年假即將來臨 這個也是我們交通輸運 可以用壓力最大的時期 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除了雙鐵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國道跟公路科運 那以我們東部來看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國武到蘇花桿這個路段 我們這次又推出了 就是大客車的專用道 就是開放蘇花桿的路間 在特定的時間 可以讓包括遊覽車跟客運 可以行駛 預期可以節省 大概40分鐘到60分鐘的時間 而且我們也搭配票價的優惠 以北八線的一個票價 就是來回只有四百塊 而且四個人搭乘一個人免費 一定的大客人 再說這次就去 Machines 現在是我們照顧 Head 線路 好 這個大客人 什麼可以 可以嗎 我覺得